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公布政纲等争取选民支持 又否认获中央阴点 中央并没有阴点任何人据我所知 我只是知道有竞选 必须公开公平公正和廉洁 所以我会尽一切努力去争取市民的支持 唐英年又再交代自己的感情缺失 承认自己犯错 伤害了太太和家人 但已经获得諒解 同样希望得到市民包容 我相信这个匪民对我的民望一定有打击 我接受这个打击 唐英年在查序中 多次提到未来的领袖需要有愿景 并且有理念相同的团队 去推行相关的行动纲领 再透过沟通令市民接受和明白 梁振英是在下午透过助理发表声明 说将会在今个月27号 正式宣布参加明年3月行政长官选举 有关详情稍后再通知 其实梁振英早在两个几月之前 率先表明有意参选特首 我会因应我自己被选的工作计划 被选的工程 我用的是用被选这两个字 因为大家知道 一正式宣布参选之后 就有很多法律方面的要求限制 包括竞争经费方面的限制 梁振英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重政 1985年加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1993至97年间 曾经出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等 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 梁振英就负责监票 当时已经有人问他 对特首的岗位有没有兴趣 问题是这样的 你做不做行政长官 你不做 你不做第一届行政长官 你会不做第二届行政长官 不做 如果新闻界朋友 包括今天在场的新闻界朋友 继续问我第三、四、四、四、N届 答案是一样的 回归之后 梁振英出任行政会议召集人 近年对于是否参选特首 慢慢转后风 游乐区接触市民 宣布被选之后 梁振英就频频就着 不同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到底他参选的政綱如何 班底又是怎样 将会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相当来milיג论发表意涉达到 要是什么 3、5、四、六、六、八、四、五、八 included 5、五、八、四、 KEぃ烎正、四、六、八、四、八、五 abbot了